不爱听 不爱听也得听 你老公不会害你 嘴好大呀 由静东 黄志忠 严尼等主演的突围 正在火热更新中 牛俊杰在剧中充当了齐本安的军师 他可是荆州难得的清醒人 石虹幸云礼物里 被林满江迷得晕头转向 牛俊杰时常提醒他 被林满江卖了还在帮他竖钱 根据牛俊杰提出的矿山交易 齐本安查了傅长明的发家史 发现正是林满江给了傅长明发家的资本 长明集团跟荆州集团很多业务往来 但中间很多交易 却是令人匪夷所思 就比如47亿买下的两个烂山头 当时的价值也就是15亿 钱荣成也犀利的说出 中间可是有10亿的回扣 可见内幕相当黑暗 齐本安彻查此事的时候 发现林满江相当狡猾 他虽然是决策人和受益者 但真正的执行者是石虹幸和皮丹 一旦记检尾彻查此事 石虹幸就成了被郭侠 石虹幸无法承受被林满江抛弃 一时想不开跳楼自杀了 牛俊杰痛恨林满江逼死妻子 他发誓要揭开林满江的真面目 牛俊杰这些年在荆州能源 也秘密搜集了很多罪证 加上其本安掌握的资料 最终成功扳倒林满江这条大蛛虫 期待大结局精彩剧情